粉丝提问如果吃鸡加入生病系统会怎样 生病系统指的是人物会随机生病 例如感冒发烧头晕耳鸣等等 如果真的这样改会有什么变化呢 一运气越来越重要 现在的游戏中运气成分也是存在的 这样运气好就能捡到好装备好武器 还能找到好车空头砸脸等等 可想吃鸡大部分还是要靠技术 而加入生病系统运气成分就更大了 如果你感冒发烧那移速肯定会降低 手持枪械射击稳定性肯定也降低 像头晕还会让视角晕眩 耳鸣的话脚步伸枪声啥的都听不到了 如果是钢枪的时候 或者是决赛圈遇到这些情况 胜率肯定会大幅度下降 二药品的作用更大了 既然是生病那药品肯定可以治疗的 尤其像止痛药急救包和医疗箱 里面都是各种消炎止痛类的东西 感冒发烧等等可以缓解 所以到时候药品的作用更大了 这三种药品减的数量会更多 三会有大量玩家退游 加入生病系统之后 玩家的游戏体验肯定变糟了 毕竟这些全部都是负面状态 当你生病之后 想钢枪获胜是很难的 玩家玩起来会很不爽 不爽了就会不玩了 光子会得不偿失 所以生病系统就想想吧 不可能上线了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